快速增长给地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地球人口密度已经达到极限 那么人类社会将会怎样 针对这个问题 美国动物行为专家约翰·卡尔宏 曾做过一项超级黑暗实验 1968年约翰在马里兰郊区的研究所里 建立了一个老鼠世界 没错 眼前这边长2.7米 高1.4米的正方形建筑 就是老鼠的实验场所 该实验所里设有自动的水和食物投放器 这对老鼠来说 简直就是天堂 既不用担心受动哀恶 也不用担心天敌 唯一出现的只用空间 因此这里为约翰成为是老鼠的无头帮 实验的一开始 约翰住在这个无头帮里 扣住了4位老鼠 这些老鼠在这里生活得非常幸福 既有既不好友 也有粮食水源 虽然空间有限 但是对他们来说足够完整 可是老鼠的繁殖力实在是太快了 很快他们的距离就不能地重大 在实验的第315期 老鼠的数量已经达到了620只 庞大的群体数量 使得这个有限的空间变得非常不激 甚至开始充电 从来以后 老鼠的群体不断下降 600天的时候 最后一只老鼠战胜 而整个老鼠的世界 也彻底崩溃了 老鼠的行为开始树生不长 幼崽被驱逐 雌性老鼠开始停止生长 雄性老鼠也开始聚化 他们不在求爱 也不在互相争夺领地 似乎每只老鼠都在本台死亡 看到这个实验的结果 真的是令人细思极恐 或许老鼠的结局 预示的就是人类的未来 好了 本期的医学科技到这里就结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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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